带我回来 车上下来一位胖警察 他态度非常不好 首先处罚儿子车速过快 接下来又对录像中的摄影机 表示出极度的敏感 好像他的执法过程 不能被拍下来一样 双方政治中 哈尔森不小心摁到了快退案件 接下来 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哈尔森回到了几分钟之前 他坐在车上 警察还没有难听他们 哈尔森懵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让儿子先靠边停车 可还没等想明白哪里不对劲 后面的警察又追了过来 儿子本以为妈妈不舒服 能寻求警察的帮助 胖警察居然说 儿子停车违规 要求他立马挪车 儿子当然生气 他妈妈现在可能要上医院 一个警察居然提什么 靠边停车的问题 两人又一次吵起来 这次警察直接掏出了电击枪 就在他开枪的一瞬间 哈尔森及时按下快退键 这一次他直接回到了餐馆 看来摄像机真的可以到会时间 这一次 哈尔森女士为了躲那个倒霉的胖警察 也不领着儿子去大学报到了 两人把车开到一个宾馆 打算休息一夜 到了宾馆 哈尔森好不容易放下心 这时 电视上正在播放大乐透开奖的节目 他突然有了强法 为了验证摄像机倒回时间的功能 他记下开奖号码后 把时间倒回了一点 接下来 他准确地说出了四个中奖号码 儿子在一旁都震惊了 他以为妈妈练成了超能力 而哈尔森女士则是笑笑不说话 可就在这时 那个胖警察又来了 一开门 他就要求哈尔森母子俩出示身份证 给出的理由是 听管有人投诉噪音 他有权利检查每个人的身份 儿子说 这摆明了就是针对他们 虽然哈尔森女士态度很好 警察依然不依不挠 而那台摄像机又一次点燃了警察的怒火 他不由分说地冲了过去 想把正在运转的录像机抢过来 儿子在阻止他的过程中 有差一点被电击枪击中 就在关键一刻 哈尔森女士按了快推键 这次 他回到了之前的餐馆 巧的是 胖警官也在那里用餐 哈尔森为了消除警察 对他们母子的偏见 还特地请胖警官吃了一块苹果派 但显然没什么用 母子俩这次还没等走到停车场 胖警察就追了过来 要求看哈尔森购买车辆的证明 谁能把这种东西随身带着 哈尔森女士越来越生气 他怎么都摆脱不了这个警察了 儿子想到 他的手机上有购买证明的照片 却在拿出手机的一瞬间 被胖警察误以为是逃降 竟直接击毙了儿子 哈尔森在确认儿子尸体之前 先找到了摄像机 这回 他带着儿子在胖警官到达餐厅之前离开了 路上 哈尔森和儿子讲述了 关于摄像机和胖警察的所有事 他知道这听起来天方夜谭 但刚才的一切都真真切切的发生了 二人决定来到哈尔森弟弟家寻求帮助 没想到的是 弟弟对摄像机的事情一点都不惊讶 好像是父亲死前经常会提起 他们家族有一些充满魔力的东西 弟弟听哈尔森女士说完事情经过之后 决定帮助儿子尽快的安全到达学校 他拿出老地图 并顺利地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 警察就算追着母子俩找麻烦 也万万不会知道这条小路 后来的一切都很顺利 在儿子即将进校门的时候 胖警察又赶了过来 他这次找麻烦的理由是 怀疑哈尔森女士做了违法的勾当 可现在哈尔森不再害怕 他拿起摄影机 录下了胖警察的一举一动 身后的学生们也举起手机 看这个白人警察能干出什么事 种种压力之下 警察只好离开 故事到这里就圆满大结局了吗 并没有 十年后 哈尔森女士还是用摄影机拍摄着儿子 他怕万一发生意外 还可以马上倒带 儿子劝他已经过去这么久 可以放手了 哈尔森犹豫地把手里的摄影机交给了小孙女 突然间小孙女手一滑 生意机摔得四分五裂 接下来 儿子出门给孙女买冰淇淋 而他刚刚出门 哈尔森就看到了警车的灯光 看来警察还是没能放过他们 小伙伴看懂了吗 这个短片里隐喻着种族歧视 在不平等面前 揭露对方的暴行 成了黑人唯一自保的武器 这种问题在中国肯定没有 只不过下次 如果阿丹再遇到插队的 我马上用手机拍下他们的丑恶嘴脸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